好,我們看完證明不等式的題目 當然有證明不是不等式的題目 例2.2就是證明這條式不是不等式 凡是證明是或不是,我們必須用四部證明 四部分別就是左方、右方、因為和所以 所以一樣照左,左方的意思就是等於左邊 所以先抄出來 然後再努力化選擇,把三乘進去裡面兩塊東西 所以應該是6x-3 然後右方的意思就是等於右邊這塊東西 所以我們又要抄出來 好,接著我們會發現不同的兩塊東西 而這個不同不是透過調位、化檢等可以解決的 而是真的永遠都不會相同的這兩塊東西 我們就說,其實它們兩個真的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化檢之前,它們真的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說,左方不等於右方的 所以這個就不是行等式 記住,很多同學會這樣寫的 是行等式?那就是三橫 不是行等式?那就是三橫加斜 這個是不行的 不是這樣做的 如果不是行等式的話 你是需要寫字 去跟別人說這個不是行等式 去跟別人說這個不是行等式 有一個 有一個